吴宗献爆料失场半年!Kid说话了! Kid, yo,在演艺圈拥有好人缘!图记者陈明安社,201802.24 艺人Kid近日于徐维恩爆出情变风波,今、四、日无宗献主持中天节目叫明星大跟班,透露Kid已失常半年,忍不住对他喊话,要调整一下。不能这样,未来希望他赶快回过神来。 Kid晚间透过经纪人表示,已传讯息向吴宗献道歉,很感谢外界的关心。 经纪人表示,Kid刚刚已经传简讯跟献哥道歉让他担心了,原本只是想自己低调处理感情的事,他知道献哥是在关心他,不希望他个人情绪影响到工作让其他人误解他的工作态度,所以才提醒他要注意。 回应也强调,他也比任何人在意和献哥之间的关系,一直以来也仅记住,没有献哥就没有我,也相信献哥很了解他,知道他现在真正的状况,抱歉让大家担心了,谢谢大家关心。 对于Kids的时长,吴宗献,又,都看在眼里。 图中心提供,2018年2月4日。 Kids在演艺圈拥有好人缘,不止吴宗献关心他的感情是,沈玉琳,赵正平也公开替他缓夹,大家都希望他早日整理好状态,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